8月9日晚 2019美国洛杉矶传承杯国际艺术节颁奖典礼 在洛杉矶圣迪马兹艺术剧院举行 由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美国英龙传媒 美中华人乐家协会 海外乐剧联盟和上海乐剧院共同主办 精心策划的传承杯国际艺术节 进行了音乐舞蹈 戏曲 飞移 歌唱 书画等各项目的比赛 其中还有飞移文化 古老文明的内涵呈现 西可文纳市副市长吴同怀 申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蒙特利公元市市议员林达坚 洛杉矶郡 郡长凯瑟琳八个代表吴忠国 2019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共同主席苏延超 姑素斐 艺术节副主席苏林淑婷 李英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陆强 好莱坞新生代音乐家 歌手金尼 好莱坞著名导演Burn 好莱坞歌手 Coco制作公司联合创始人Larry Calvin 本次艺术节评审总监陆世宇 独立制片人 市场营销和娱乐顾问 Jacqueline Lewis 等出席了颁奖典礼 大晚的活动由方磊 莉莉主持 汪大卫指挥的中华国乐团演奏的 《北京喜讯传编寨》拉开了序幕 2019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共同主席 苏延涛和乌素斐先后致辞 苏延涛表示 30年来始终秉持传承中华文化艺术理念的 美国英文传媒 很荣幸与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共同主办传承杯国际艺术节 让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和美国当地的艺术家 能够进行很好的交流 并借此培养出更多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者 乌素斐表示 艺术节冠名为传承杯 是希望艺术节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为更多的艺术家专业艺术团体 提供国际交流平台 同时也为青少年提供 在世界舞台上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实现了一期的目标 参加颁奖典礼的民选官员 社团侨领向主办方、协办方及艺术家们 颁发了合状 颁奖典礼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华夏电视台记者圣迪马斯市采访报道